你别请 爸 伯父您好 你们来了 手气不错嘛 你姨妈来了 我知道 走 去见见我姨妈 姨妈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来了 赢了这么多呢 是啊 都是赢你无输的 无输 你是故意的吧 手气不合 这个先生是谁啊 我叫方涛 姨妈 他是我的男朋友 我们吴侠已经长大了 已经有男朋友了 方先生 您在哪儿高就啊 我在比利时领事馆 真不错 工作好 又一表人才 方先生 您会打牌吗 会 那沛姨妈玩两圈好吗 来 方先生 坐到这儿 来 我这是一把好牌啊 你的好还比我的好呢 请问 方先生 该你打牌了 好 足球 糊了 糊了 这么快就糊了 手气好 手气好 还没请教 这位先生 您贵姓 他姓卢 我叫卢光杰 好 好 好 小伟 我方涛 好 你到我家里去一趟 取一下我的钱夹子 然后到小石届 南边里条街 太平坊的楼下等我 我房间曾奎的债座了 我要替曾奎还钱 好的 涛哥电话 说要还曾奎的钱 让我去他家里拿钱 你一个人干吗呢 怎么不过来忙啊 你一个人干吗呢 这儿还有单独的包间吗 有啊 带我去 那怎么好呢 这儿还有这么多人呢 这是命令 你记住 谁敲门都不要开 你记住 连你爸敲门你都不要开 听见了吗 等我回来 出什么事了 小泉先生在茶室等老爷呢 知道了 小泉来了 在茶室呢 我来 什么风把小泉先生给请来了 小店开张 本不敢惊动您的 慕容先生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今天的确不是来凑热闹的 那您有何贵干呢 顺景君 慕容先生 我来 小泉先生 您给我看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 慕容先生 这是我们军部的简报 我特意让别人翻译过来 请你来看 想听听你的见解 您说笑了吧 除了这样的问题 我能有什么见解 慕容先生 我们是用你的船 运送的军粮 船到了苏北 被星死军劫走了 简报上说得很清楚 星死军的这次行动 完全是有备的伏击 看来是他们得到了 我们运粮计划的确切情报 这么说 您是在怀疑我了 我们不是在怀疑慕容先生 但是我们是用你的船 运送的军粮 而且船上都是你的船工 难道我不该找你讨个说法吗 好 您要是信不过我的人 我立马叫他们全部回家 具体地说我这儿损失了多少弟兄 沉了多少条船 我还不清楚 您用我的仓库码头装什么运什么 我也都不知情 严格地说我慕容文不过是个跑腿的 难道跑腿还能跑出什么问题来吗 除了这样的问题 一定是出了奸细 我今天到你这儿来 就是想要一份 能够接触到粮食运输计划人员的名单 来啦 来了 干嘛 我们马上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又胡了 又胡了 你手手心那么好 你手手手心那么好 你这个两钱都是给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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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哥 赵哥 快干嘛 赶紧叫虚姆 叫虚姆 走 文艺 文艺 怎么了 陆先生中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局 在 把尸体带回去 尸体还不能带走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动 我要勘察现场 小萱先生 文艺 请你们先退一退 主探长 其实不用勘察就知道 子弹是从对面房间打过来的 你不是说过任何人不可以在法处街动刀动枪吗 卢先生可是未来中国新政府的要员 我希望你尽快抓到这个凶手 另外我还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份 慕容先生来宾的名单 慕容先生 我认为今天在房间里所有人都是有嫌疑的 告辞 伯爷 吴先生 请吧 吴霞呢 吴霞呢 吴霞 吴霞 小姐 开门 卢萌 你这次有多危险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 上次军统刺杀 卢光杰的行动 我是向您汇报过的 当时您没有表示出意义啊 可是这一次时间地点 身边的人完全不一样了 沙罕间应该都一样吧 你跟吴侠在一起 一旦出事情 威胁到你在军统的身份 怎么办 那个慕容文是个老江湖 他一旦看出破绽来怎么办 我们为了你一个人的潜伏 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 你 帽子心也太大了吧 对不起 江医生 因为上次在 卢光杰刺杀行动中死的曾奎 是我在军统里最好的同事 所以这次再见着卢光杰 实在是没忍住 你一个人 一支枪 能打走日本人吗 我们是有组织 有纪律的战士 不是拉山头的江湖好汉 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您放心 江医生 以后保证不会了 好 那我做了 以后再不允许这样了 咱们一支前大压的店 来 行吧 停满 停满 来 停满 来 停满 来 停满 谢谢您 这倒没什么 不过你下次有什么行动之前 事先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也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嘛 好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什么怎么做到的 这么远的距离 你怎么打得这么准啊 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 那你教我打枪好不好 你不是会打枪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打枪的 上次朱炳青被袭击那次 别那天了 行不行啊到底 我找时间吧 说好了啊 好 跟你说那里倘偩的 你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这是什么照片 已经很模糊了 国民党曾经派过一批士兵 去德国的狙击手学校学习 后来在与我们的交战中 我曾经打中过一个 据说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对手中 又出现了狙击手 我一下就想到了这批人 我让德国的同行 发了这些资料给我 你看看 照片上的人就是这批学员 您射中的是哪个 前排左三 叫刘靖南 是这批学院中成绩最好的 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法语 那您怎么知道 您射中的就是他 我就是用瞄准镜看到的 一个年轻人 像我的儿子 中弹倒下以后 我听见别人在喊他 靖南 靖南 没想到他突然站起来了 冲着我们这边连发了速枪 打死了我的好朋友 林爵大佐 后来才倒下的 我以为他死了 可是 他还活着 我不知道 这个刘靖南会在上海 是靖君 我不知道 但是我能感觉到 他好像离我越来越近 找我有事吗 哦 这里有两份名单 一份是慕容文今天邀请的宾客名单 另外一份是今天出现在大包房里的宾客名单 也有他啊 谁 方涛 是啊 他既在码头出现过 又在小世界案发现场出现过 但枪是从外边打进来的 应该不是他 是靖君 找个机会 测试一下他